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方偉時間 今天好萊塢的世紀訴訟案 強尼對安博的誹謗互相告答案 塵埃落幕 陪審團做出了裁決 讓很多人目瞪口呆 這就是今天方偉給您帶來的話題 開始節目之前 我先說一下我的感慨 其實這個案子我注意了一陣了 但是這是美國非常非常關注的案子 我就一直沒有做 因為我覺得這是非太美國了 方偉的節目不想做得太窄 但是呢 我就沒有想到這個案子在亞洲在中國 激起了那麼大的一個反響 因為大概這個原因就是因為兩位這個明星 兩位這個原告被告 或者被告原告 這都是華人 在華人圈中是鼎鼎有名的電影明星 一個是海王的這個裡面的這個主要演員 另外一個是加勒比海盜的主演 叫做麻雀上尉 麻雀船長 因此呢 就很多華人真的是非常關心 方偉就 我有點跟不上 我以為華人不知道這個事情 或者說不熟悉 或者不感興趣 我在這裡先做個統計 如果說你了解這個案子 叫做戴普對賀德 用我們這個網上大家熟悉的話 就是強尼對安伯的 這個訴訟啊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關心嗎 如果知道關心的話 你打個字好不好 就說知道加關心 那麼如果你不知道的話寫個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沒有什麼好慚愧的 我只是想做一個民調 因為很多很多方偉身邊的人 我身邊的人都是在美國有的待了很長時間的 那個包括我們的汽車專家李靖 在美國待了40年 他也不太清楚怎麼回事 所以我只是想知道方偉的我的觀眾朋友 有多少人知道這個事情 有多少人不知道這個事情 或者有人感興趣 還是有人不感興趣 我想做一個統計 好 那就謝謝您就是在留言 一邊看節目 一邊就點一下 那麼另外還記得大家能夠叫做 訂閱 另外就是打開小鈴鐺 這樣的話可以及時收到節目的通知 好 那麼現在這個閒話少說進入今天的話題 那這個案子是在弗吉尼亞州的Fairfax Fairfax這個county是弗吉尼亞的一個 比較富裕的一個縣 很多的華人朋友住在那個地方 方偉有很多朋友都住在那邊 我們知道這次弗吉尼亞的州長 前一陣大翻盤 一個政治素人 一舉夺下了弗吉尼亞的州長 那麼很多的動力也來自於這個Fairfax的 這個怎麼講 包守派的群眾 或者說來自那邊的華人 好 那麼這個案子又是在弗吉尼亞的Fairfax 所舉行 所開庭審理的 從4月的11號一直省到6月11號 前後是62天 OK 這個案子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的著名影星強尼戴博 那麼撞告他的前妻叫安博赫德 誹謗案 誹謗他 告他判賠5000萬美元 這個然後呢 這個安博也不示弱 回告他 回告他這個誹謗案 告他也1億美元 一個是告5000萬 一個是告1億美元 雙方都是三項這個誹謗訴訟 就是說三件事情 強尼告他前妻 他前妻這個安博告強尼 都是三項 3比3 好 那麼這個事情呢 大家知道62天了 對美國來說 那就是跟這個肥皂劇一樣 這法庭天天的停變 這兩個人都是好萊塢的巨星 然後呢 他們的證人都是好萊塢的明星 或者是名模呀 或者是總而言之吧 或者甚至包括這個DC 這個DC漫畫 這個工廠的老闆 那總而言之吧 就是叫做什麼 全是celebrity 全是名流在法庭裡 進進出出的 然後說的事情 雙方的說的事情是 天上低下 是截然不同 那就簡直是 我說這個事情是零 那邊說是100 我說這個是黑的 那邊說是完全是白的 就是相差這麼多 一定有一個人完全在說謊 所以這件事情呢 抓住了美國人 幾乎所有美國人 所有美國人有點過 很多很多美國人的關注 沒有想到也抓住了那麼多華人的關注 那今天呢 算是塵埃落定 所以方偉可以大家很快的過一下 並且說一下我個人對這個案子的一個想法 好的 那麼我們先說今天案子判下來是結果 先說結果 結果是 強尼告安博的三項誹謗罪全部成立 OK 然後呢 賠償他的前妻安博賠償 賠償1000萬美元 沒有給他5000萬 賠償1000萬 再加 500萬的懲罰性的賠償 這個懲罰性因為叫punitive punitive的這個賠償 這就代表著說 你是對的 對方是錯的 對方是不好的這個意思 才會給懲罰性的賠償 那麼呢 這個安博告強尼的三項誹謗的其中有一項 很窄很窄的一項 那麼說他是對的 這個時候呢 就是做誹謗的人是強尼他的律師 不是強尼自己 然後判賠200萬 所以那是15比2 15比2 當然啦 這裡頭就是 這個因為弗吉尼亞這個州 在那個州法院 做這樣一個民事訴訟的話呢 他說這種 他的州法律說 懲罰性的賠償不能超過35萬塊錢 所以那500萬呢就減成35萬塊錢 總而言之吧 就是強尼贏了 1035萬 而這個安博贏了200萬 所以加在一起那還是835萬 是強尼一盡勝出來 所以呢這是可以說是強尼是大勝 因為還不光是這個錢的問題 他說他當初說 他現在說 強尼的這個公眾 這個叫做什麼 公眾 發言就說 我不是為錢 是想尋找真相 所以呢這件事情 確確實實 讓強尼洗刷了 這麼多年的臭聞 和這個 怎麼講呢 就是 壞名聲吧 這也是今天的話題主要要講的事情 好我們先說一下這個案子 首先強尼對於不熟悉的朋友 這個強尼英文叫做 Johnny Depp Depp D-E-P-P Johnny Depp 他是一個好萊塢的大明星 那麼他的這個前妻 就叫做 Amber Hurd Amber Hurd 那麼也是個好萊塢的明星 這個戴博呢他是 他是美国 他不僅是演員 他是美國的制片人 他是這個這個 這個音樂人 他現在就在 在今天案子判下來的時候 他正在英國演出 所以他是個音樂人 非常有才華 他是3次被提名好萊塢 奧斯卡 奧斯卡奢 奧斯卡奬 同時呢 也獲得過一個 美國的演員工會獎 和一次精球獎 他早在1984年就成名 幾乎是40年前成名 但是他最 他在這個掠奪者電影 叫做《迪士尼的加勒比海盜》裡頭 擔任飾演Jack Sparrow 捷克馬雀船長 海盜船長的角色 那麼我們知道這個叫做加勒比海盜的 後來在迪士尼都成為迪士尼樂園裡頭的各種場景 一個實景秀 因此呢 因為這個事情是名洋世界 在2012年的時候 就十年前 這個戴博是 等於是這個世界上最成功的電影明星 而他在迪士尼的世界紀錄也評為說 這個世界上當時就是賺錢賺得最多的演員 那加勒比海盜是大活商業成功 那他自己一年能賺7500萬美元 那麼這個安伯赫德呢 他也不簡單吧 他也是演了多個電影 其中演的一個電影叫做海王 這個英文叫做Aquaman 那麼海王是一個科幻型的電影 然後呢這個電影在全世界賣了110億美元 也是這個叫做DC漫畫系列 我們知道這個漫畫 這漫畫有兩個最厲害的工廠 一個是漫威 一個是DC漫畫 那麼他是DC延展宇宙系列 他在電影系列中是賺錢賺得最多的 他在裡頭飾演這個演員叫梅拉 一個女英雄 那麼在2023年會有這個第二部 他裡頭也會飾演主要的角色 總而言之吧 兩人都是又有錢又成功 那麼又知名 那麼在2015年的兩人結婚了 2015年結婚 這個婚姻就延續了這個兩年 其實在第二年雙方就提出離婚 那麼現在是Johnny先提出離婚 然後呢這個安伯就先做出離婚 Johnny先說我們離婚吧 那麼這個安伯就率先把動作做出來 那雙方的這個說法是不一樣的 Johnny就說他因為他看到要離婚 他為了在離婚的這個協議中可以多弄點錢 於是呢就率先指控說這個強尼啊 強尼對他做虐待 那麼做家庭虐待 那麼這個安伯呢 他就說這個強尼一直就是語言上和身體上虐待他 就是虐欺的這種行為 整個在他們兩個人的這個結婚的過程中 都有這種很強烈的虐待行為 而且他經常喝酒啊這個吸毒啊等等之類的 總而言之吧 把這個強尼說得是非常的不堪 OK 那麼在這個去年的 就前年的這個2019年 這個戴博呢就 強尼 強尼戴博 強尼戴博 就因為安伯在華盛頓郵報上登了一篇文章 登了一篇文章 說什麼呢 說他是一個代表家庭虐待 在家庭中被虐待的一個公眾人物 那麼像社會指控說這個婦女在這個社會上多麼的委屈 面對這個虐待多麼的 怎麼講呢 就是 就是多麼的不公平啊 多麼的痛苦等等之類的 他就在華盛頓郵報上寫了一個co-ad co-ad就是讀者投書 那麼讀者投書寫出來 他雖然這個讀者投書中沒有提這個強尼的名字 但是大家知道 裝裝見見 因為剛剛打過離婚 離婚的過程中都是 見諸爆端 見諸媒體 大家都知道 強尼原來是個虐欺狂 那於是呢 這件事情就是等於是雪上再加霜 那麼強尼就受不了了 就把他這個前妻安伯就告上法院 那麼這個告上法院是拖到 拖到這個上個月的4月11號才開始開庭 到了6月1號總共62天之後 那麼就出結果 那我現在很快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案子的看點是什麼 首先呢 強尼告安伯告的是誹謗案 我給大家解釋一下誹謗案 什麼叫誹謗案 你說我 你說謊 你說謊 並且對我造成傷害 大家知道在美國 在美國 有一個憲法修正案 叫做第一憲法修正案 First Amendment 我在節目中跟大家說過很多 有了憲法第一修正案 你告人誹謗是非常之難的 OK 告人誹謗是要三個條件 第一呢 對方說的一定是謊話 第二 一定對你造成實質的傷害 這都倒還無所謂 這個常常會見到對不對 不然人家不會心送了 不會告了 第三個就是對方是有意的 這是最難的 什麼叫有意的 說白了哈 你要證明對方心裡想的是什麼 他明明想的那個意思 他做出這樣的事情來 這叫做有意的就這麼去幹 所以呢 這個詹謗案在美國是非常難告的 所以你沒有看到 像川普被人家抹成什麼樣子 他也沒有報這個詹謗案 或者他告也很難告贏 原因就是在美國你告 特別是公眾人物 告人家被人家誹謗 告人家誹謗他 這是非常非常之難的 那麼難就難在這個第三點 你必須說證明對方是有意的 好 那麼這是第一點 這是第一個看點 所以呢 這個強尼提出這個案子 本身就很難很難贏 第二呢 他呢 在兩年前 在四年前 2018年 這個英國的一個小報 叫太陽報 已經就說他這個虐欺虐欺 又說起這個安博的這一套東西 說他虐欺這個事情 他就一怒之下 就告了英國的這個小報 然後在英國的法庭裡 就輸的光光的 就全部輸掉 所以呢 他就是一路 不僅是被人家說他虐欺 而且他要打這個誹謗 在英國也輸的光光的 總而言之吧 就一路就記錄很不好 既醜聞纏身 又沒有什麼好的記錄 那麼這是第二件事情 那麼第三件事情 安博代表著 今天美國的政治正確 安博是什麼呢 他除了演員之外 他還是ACLU 什麼叫ACLU 翻證中文叫美國公民自由聯盟 你聽上去很好聽啊 這就是一個極左派的一個組織 OK 是這個專門去 做這種怎麼講呢 就是做這些訴訟案 我不能說他說的全部都是錯的 做的事全部都是錯的 但是90%以上的 都是極左派的 他的想做的事情 那麼他擔任這個 ACLU的婦女權力大使 婦女權力大使 這個人很有道德正義 的這個叫做身份 或者這個地位 他同事還是什麼的 還是聯合國的OHCHR 叫做什麼 人權倡導人 什麼叫OHCHR 我一句話說出來大家就能聯想到了 就是前幾天跑到新疆去的 叫做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 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公室的人權倡導人 就等於聯合國的形象大使一樣的 在人權方面的形象大使 就這個人就是這麼光輝 那麼再過來就是下一個第四個就是 大家都知道牆尼啊 他就相貌平平嘛 對不對 那個海盜嘛 演個海盜 也不是看上去就是覺得你看那個樣子 你看他虐妻你會覺得好像不是那麼稀罕 很有可能啊 至於說這個安伯他挺漂亮的 美麗動美麗我不能說動人吧 就是起碼他其實是美麗但端莊的一個人 非常美麗非常端莊 一直指控自己被丈夫虐待 然後一直說要為婦女爭取權利 總而言之吧 一個形象一般甚至形象看上去很粗魯 另外一個呢又美麗又美麗又美麗 所以在公眾的眼裡看來呢 這個牆尼也很難有贏面 那綜上所述 可以說呢 牆尼也告這個案子 是很 就是說阻力很大很大 英文叫做什麼 就是叫做什麼 上坡的 往上爬坡的這麼一個訴訟案 是非常非常難的 那麼再一個呢 很重要的就是 雙方的指控 我剛才說了是天差地別 是黑白之別 那麼安伯指控牆尼 一路就是 瘧氣語言上行為上 那牆尼說什麼 牆尼說我從來沒有打過女人 不光是安伯 任何一個女人 我都沒有打過一下 那牆尼說我從小的時候 就被媽媽虐待 她的媽媽 她說我媽媽是一個虐待狂 那麼我被媽媽虐待 都是躲起來 她說我從來不還手 她說我這輩子到現在 她說我從來沒有動過這個 就是她從來沒有動手打過這個 安伯一次 不光是她 所有的女人她都沒有打過 大家想想看 一個人 她的前妻說她一路打人打過來 她說我從來沒有打過人 她的前妻還有照片 我鼻子如何如何了 有那個什麼鼻子傷的東西 這個身上有划痕 有證人來跟他說等等之類的 你會覺得 這個安伯這個女生說的話 那起碼得有一點根據吧 那牆尼說是完全沒有 而是一路上這個安伯就欺負她 一路上就誣告她 她就忍辱負重 忍氣吞聲 直到英國太陽報那個事情出來 她覺得實在受不了才去告 告了還告輸掉 告了還告輸掉 至於說美國這個法院 這個法院 英國那邊要把證據給過來 美國的法官說弄 他說我們美國的司法 不受你英國影響 所以英國這些法律的證據 他都不接受 我覺得這一點 這真是美國的法官 或者美國法律的骨氣 獨立判案 我獨立去判斷這個事情 好吧 那整個事情就是這樣的 整個是這麼多的看點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強尼你能贏嗎 你在美國做一個公眾人物 告一個誹謗案 幾乎是沒有可能贏的 好 走了62天下來 那麽 昨天呢 陪審團 五個男士 兩個女士 參考了13個小時 然後判斷出來 判決出來 搶你贏 然後安博輸 這裡頭呢 當然具體的例子 說起來就很長了 就比如說 這裡有很多很多 就是隨著庭審的過程的發展 每天每天的發展 大家知道 因為雙方在這交互 叫什麼 交互訓問 每個細節 雙方都有權力把它掰開來看 然後呢 七個 常識 美國的平常人坐在旁邊 用常識來判斷 誰對還是誰錯 在這個過程中呢 這個美麗端莊的 這個安博這個女生 她的美麗的面貌 就一層層剝落下來 她的謊話 包括說她跟安博 當初離婚之後 和解安博 安博其實一路被她欺負 不僅是她沒有虐待她太太 而是她太太 一路語言和行為上虐待她 安博都沒有說 她太太要離婚 那她就賠她700萬塊錢 那她太太就顯得很高尚 她說700萬塊錢 我會捐給一個兒童醫院 我同時會捐給剛才說的ACLU OK 就這樣子 在法庭上一點點掰開一點點掰開 那律師就問這個安博 你捐了嗎 你捐了嗎 她說我要捐 她說你到底捐了還是沒捐 她說我承諾捐 那就算捐 那律師說承諾捐就是捐嗎 承諾捐怎麼會是捐的 當然不是捐了 她根本就沒有捐 OK捐了一點點 那麼其中還有一些 馬斯克幫他捐的 這個安博還跟馬斯克 這個就是做男女朋友 做了一陣 所以馬斯克前兩天出來 這個叫做打圓場 說雙方都應該別怪互相了 往前走吧 我當時我在推特上寫了一句話 我就說 馬斯克在這件事上 你沒原則 你沒原則 對的就是對的 錯的就是錯的 好不管怎麼說吧 長話短說 就是還包括她被打傷的事情 結果找到足夠多的證人 她的傷可能是偽造的 這個女生會做到這一步 就偽造的 所以呢一路審下來 裝裝見見 一天天 一天天一裝裝一天天 最後就看到這個女人的形象就坍塌掉 這個強尼 她才是一個誠實的 坦率的 沒有說謊的人 忍辱負重這麼多年 所以結果就變成這樣子 起碼這是陪審團所相信的 陪審團所相信的 所以最後判下來的話 這網上有很多人是目瞪口呆 誰目瞪口呆 我看到就是很多左派的人目瞪口呆 她說怎麼可能呢 那肯定是陪審團 就來個各打五十大板 或者說誰也不判 她說一定是這樣的 我看到一些評論 左派她覺得怎麼可能搞成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自然的 為什麼 因為我認為邊瞎話是很難的 你花62天的時間 你要圓你的謊言 是非常非常難的 你敢就是說到法庭上去 接受這個交響的這個結問 那麼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的陪審團制度 或者美國的法庭的庭審制度 真的能讓很多事情是真相大白 OK 所以呢 在這樣的庭審的過程中呢 最後就出現這樣一個結果 那最後的結果就是 強尼被陪審團判定他是清白的 而這個 當然了他的律師做過一些小錯了 那也賠上200萬塊錢 但是呢 更重要的就是安博 他的真面目吧 本來面目 就在這次庭審中 就露出原形吧 所以我說呢 我的評論是什麼呢 我的評論是什麼呢 我覺得真的就是事實就是事實這一點 邊瞎話是很難的 看問題你不能看表面 你看這表面覺得 誰一定對誰一定錯 那不能那麼看 真的要把它掰開看才行 第二呢 有的人吧 我覺得 就是有句話叫做 有句話 你可以意識騙所有人 或者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 一直騙某一個 某一個人 某一類人 但是你不可能一直騙所有的人 你最後總是會穿幫的 手是遮不住天的 所以有的人呢 我覺得他忍辱負重到最後 其實最後仍然是 我覺得吧 我覺得好人最後還是會得到一個正義的聲張 不管是在人間以這種方式來做到 最後讓七個平平常常的平民 聽明白了怎麼回事 駁斥了所有這些個 這些左派精英分子他們的觀點 他們判下來就是有罪 就是安博部隊 還是通過怎麼講 未來吧 就是神所給予的正義 總而言之吧 邪不勝正 是最終就是這樣的 一定是這樣的 在這個過程中呢 當我們還走在迷霧的過程中 這就是對我們的一個考驗 對我們的一個考試 這是方偉的看法 方偉在今天上午才做過一集 陪審團的節目 關於那個蘇斯曼 薩斯曼 薩斯曼也好 蘇斯曼也好 那個陪審團其實做了一個 讓人失望的一個裁定 這裡頭呢 我說了 雖然邊瞎話很難 但是裁判得公正 如果裁判是公正的 法官是公正的 真的 你邊瞎話是很難的 但是如果裁判不公正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但不管怎麼說吧 今天有兩個案子 一個是蘇斯曼的一個 這個陪審團的一個裁決案 昨天出來的 那麼讓人失望 那麼現在呢 下午呢 這是一個美國的 好萊塢的世紀訴訟案 那麼結果呢 美國陪審團也做出了他的決定 那我想 我不知道您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 他們做的決定是對的 也證實了美國陪審團制度的 他本身的一個價值 好吧 那這就是方偉關於這個節目的一個快速的一個點評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有您的意見的話 也可以打電話進來 不是打電話進來 留言進來 好 那今天的節目就進行到這裡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節目呢 再見